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讲解一下买房子过程当中的应该注意到的房子所有的十大硬伤 上一次呢给您说到了房子所处在的洪水区、地震带、渗水区、污染区所需要注意到的事项 今天呢我们说一下房子周边有可能有什么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居住 那我们看这个图也知道现在是有消防局、警察局、墓地、医院、学校等等等等 那这些怎么去影响到了生活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噪音 那比如说消防局消防局呢它是紧急的事件要出动 紧急事件出动以后呢这个消防车就是要鸣笛让其他的车辆避让 那这就会影响到了你比如说在睡觉 睡着睡着突然之间这个消防车呜呜呜就开始响起来了 或者您家有小孩这个小孩在睡午觉的时候 那这个不是每一次都是会鸣笛 但是它有的时候会鸣笛啊进进出出的 而且它进出的话都是很急的 所以这个附近的居民呢都要小心 不要出现一些交通的意外 那还有什么情况会引起噪音的呢 就是警察局 警察局跟消防局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警察这个警车在出动的时候也会鸣笛 那其他就是医院医院来讲是有很多我遇到的很多的 不管是我们的顾客呀 还有朋友啊大家谈论起来都说医院旁边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健康 还有这个卫生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医院其实是一个给大家治疗的地方 那整体来讲不应该有太大的医疗事故发生的一些隐患 不排除有这种但是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但是大家会觉得医院是一个公众场所 大家进进出出 有可能有一些病人 那我住在那边我心里觉得不是很踏实 那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那所以在医院来说也是我们所见到的 有些人他会有顾虑的地方 那并不能证明说医院完全有问题 但是会使大家会有一些顾虑 那还有呢就是墓地 这个墓地呢其实文化的不同各个地方也产生不同的一个效果了 真正的墓地我们所见到的很多的墓地旁边的房子 都是在那个地区很贵的房子 墓地环境比较幽静 也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去 但是呢从不同的文化解读来讲呢 有一些不喜欢住在墓地旁边的一个情况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所以在我们找房子的时候 如果客户提出说不要墓地的 这个周围的房子的话我们会特别注意 这个墓地的话 如果在地图上看的话不容易 其实在墓地看起来的话 跟公园差不了太多 只不过墓地上 如果你用Google Map去把它扩大来看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小白点 这样一看也就知道那个是墓地 那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拿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个墓地在地图上看出来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九金山湾区也是硅谷地区的一个地图 在南湾地区吧 我们就拿南湾地区的一个样子来看一下 其实在美国其他的地区 其他的州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我们拿一个Google的一个交通图来看 但是交通图上你看不到什么 我们要找的话 就是找这个绿色的 绿色的就像公园一样 然后我们去把绿色的足面一下 就是把它放大 然后切换到一个卫星地图 切换到一个卫星地图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 一般的来讲的话 如果你不熟悉一个地区的话 你想看这个地区的情况 你说旁边有一个大片的绿地还是挺好的 如果这个绿地呢是一个椭圆形状的 很多情况下都是高尔夫球场 当然也不排除高尔夫球场有这个圆形的 但是我见过的大部分湾区的高尔夫球场 都是椭圆形的 这个因为存在一个设计的问题 那另外呢 如果你看到其他的有一些像公园的 一样的这个样子来讲 你把它给放大一点 会发现整个在这个公园里有很多的路网 所谓的路网就是横横竖竖小路 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你可能就要把它进一步的放大 就很有可能 这是一个目的 因为在目的里面呢是需要有人走的 它并不能说全部都是墓碑 没有让人走的路 所以呢是需要有让人走的路 就形成了一个路网 如果你再仔细的把它放大的话 我们再看这个地图上 你会发现有很多小白色的点点 很多很多的小点点 那这个你就可以确认到是这个目的 因为去现场看的话很容易看得见 如果你在家里面找房子 你说我想看这旁边有一个大的公园挺好的 那我再把它仔细的放大看一看 看一看对吧 这个你就会发现目的 不是说目的不好啊 目的在西方的这个社会里面 很多贵的房子都在目的旁边 有很多人喜欢在目的旁边居住 但是不同的文化呢 根据您的情况 如果你觉得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选择的话 那你可能要重点的去看一下 刚刚我说的就是这个目的 我们把这个目的的图缩小 你正好看到旁边有个学校 我们紧接着就开始说学校 这个学校也是可能会影响你家庭生活 这个环境的一个因素 为什么呢 学校挺好的 因为比较方便 如果学校在旁边 居住的居民又在这个学校上学 走路就去学校挺好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紧贴着这个学校居住的话 会发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噪音问题 噪音问题呢 主要是看你这个房子 是离这个操场有多远 因为小孩玩 学生玩都会集中在这个操场 所以在户外的话 会有比较大的声音 如果你这个房子呢 如果靠在另一边 就是靠在教学的部分近一些的话 噪音还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小一点的 但是另外就存在说 如果靠在教学比较近 或者说进出口比较近的话 那就是涉及到 另外一个交通的问题 因为早晨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 学生放学下学有家长来接 这前面的街道 基本都会造成一个交通的一个堵塞 因为大家鱼贯而入 把小孩放下 或者把小孩接走之后呢 又出去 所以会造成整个前面的交通的一个拥堵 但是这个拥堵呢 是短暂性的 也就是在上学下学或者有特殊的活动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个情况 那有的靠近学校的房子 那是不在学校进出口 也不在学校操场的地方的话 正好是挨着他的教学的部分 那些部分呢 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安静的 我有看到很多这种贴着学校的房子 比如说这些贴着学校的房子呢 在家后院的地方呢 就开一个篱笆 篱笆打一个门 这个小孩就从这个门里出去 直接就进入学校 每天上学放学就非常的方便 当然这个是少数了 大部分人为了安全 还是把后院把它封的比较 相对来说是比较结实的 其他还可能造成生活影响的 就包括说有一些宗教场所 宗教场所 比如说教会啊 佛堂啊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宗教 那这些呢 会是人来人往 进进出出比较频繁的 这个跟商业区的概念比较类似 因为商业区也是比较open给大众的 都可以进进出出 那人员比较相对来说多元化一些 那进进出出的人也比较多 那会造成一些有一些噪音 交通上也有会有一些 有的时候会出现拥堵的情况 那另一方面来讲 就是比较热闹 人来人往 如果谁喜欢热闹的话 看着天天门口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觉得很高兴的话 我觉得是适合的 但是如果喜欢比较安静一些 生活比较平静一些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能要选择一下 远离这个商业场所的 一些房子来居住 在我们给大家买房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这些硬伤啊 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 比如说在旁边有消防局 有警察局 有学校 我们都会指出来 说这个可能会有某种方面的问题 那具体的问题 包括说噪音问题 交通问题等等等等 都要跟大家说清楚 因为这个房子是个大宗商品 可能是您一辈子里买的 最贵的一样商品 或者一样商品之一吧 那这个买的我们都希望大家说 能够买的平平安安 高高兴兴的 所以不希望说大家买了以后 才会发现 这个房子旁边还原来还有噪音 旁边还有一个警察局 这样出来进去的 我每天都听到这个 车辆子吵来吵去的 就很烦嘛 但是一般家又亏钱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整个在湾区来讲的话 下面这张图呢 我们标注了这个湾区 基本上能找到的警察局 还有消防局的 整个的一个地理位置 其实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真的一旦遇到了说 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我们就会特别关注一下 那下面一个硬商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一个高压线 变电站 高压线变电站 在各个地方 各个城市都会有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是需要用电的 那需要用电呢 电的传输呢 就是需要有这个 高压线的一个变电站 下面的问题就是 高压线的变电站对人到底有没有伤害 这个要看科学依据 以前我记得我去卖过一个房子 是在弯曲硅谷地区的这个 Fremont的奥特茂地区 那边就是一个从东线往西线 输电的一个线路的下边 当时的那个Seller去跟我们这边的电力公司 PG&E去要了一份报告 一个小册子里面有30多页 上面有很多的数据 那个数据上面写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高压线对人体的伤害 还不如一个微波炉大 但是呢 我就是进到那个房子 我就在后院里面 就听到这个高压线 噼噼啪啪噼啪啪的声音 我在房子里面 我确实能够听到外面电塔的这种 爆裂声 就是这种电之间的一个 静电的一个爆裂声 然后呢 我就到院子里去看 往天上一看 发现这个天上这个高压线 这个晃来晃去的 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一些 比较闪光的这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静电造成的还是怎么样 所以对我的心理上的影响就比较大 我在想我到底真的会不会对我身体有影响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大家的影响呢 从科学依据上来讲的话 有一些数据 但是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的进行一个影响 那如果大家想去查这个高压线 这个各个州各个城市都会可以查得到 在硅谷地区呢 我放了两个网站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还有呢 如果你要想测 你说我在这个高压线底下 我不知道它的辐射有多大 我们的辐射叫EMF 这个就是电磁场 这个一个缩写 大家就是测这个东西 如果想去测呢 你可以去买一个设备 你就去测一下 它大概会有多大的一个辐射 实际上我有测过的并不是很大 当然了 大家要自己去测自己的 下边呢 我们标注了整个硅谷地区的一个高压线路的 一个输送的一个主要的地图 分布图 那图上面粗色的 越粗的就是这个输送线路越多的 就是输送线路的根数越多 比如说一个电塔上有七根八根十根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动脉 那就是从东线一直往西线 东线那边有一个风力发电的一大的一大片 从线路从那边开始一直往西线输 所以呢 它经过弯曲的两个大桥的这个海湾横跨的这个地方 然后就一直往西线 把这个电力再通过小的电网逐步的输送到每一个小的社区 那存在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输电线路高压塔 这个高压塔一会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一下怎么分辨出哪个是高压塔 第二个是变电站 因为在输电的情况下 它就好像一个水渠一样 一个从高向低 电也是电压从高向低 那所以它就需要把这个电压进行一个改变 所以需要变电站这两个地方呢 如果您对这个高压线还有变电站心理上的顾忌或者说不想住在这个附近的话 那可能要注意看一下 所以呢这个在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根据这张图特别的去小心 不要说如果客户不想要这个高压线旁边的 这正好有一个高压线 这个就没有必要再去看了 这个图呢就是一个变电站 变电站呢你可以看得到一个俯视图从卫星上往下照 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的这种小尖尖的这些东西 好像是停车场 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如果仔细看就是这个变电站 我们这张图上标注的这个小方块的地方都是变电站 大家如果在其他的城市 其他的州呢也可以相应的去您的地图上找一下标注一下 如果你在找房子的时候呢 尽量就把这个地方给避免掉 那下边呢我们就告诉您一下 在这地图上怎么能够看到这个变电站 还有这个高压线 我们用硅谷的一个地区来做个示范 这个地方就是湾区硅谷地区 我们找一个好学区 Cupertino Mountain Vista的一个这个变电站 来作为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把这个图不断的去放大放大 像在这一片地区都是Mountain Vista学区 算是湾区顶尖的这个高中好学区的地方 那大家住在这儿呢 其实挺好 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 逐渐对这个社区熟悉的话 你会越来越发现 他说旁边这有一大空地是什么 这是一个造水泥的地方 那前面又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如果您来不及去调查那么多的信息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因为我们对这个些地区都非常熟 如果把这个地图呢进一步的把它扩大放大 你看看旁边这个哈 一大片绿地有路网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目的 仔细一看哈 很多很多小白色的点 点点点点 然后这个是目的啊 我们在旁边看哈 这一大片是一个控场 感觉起来像个停车场 就一大片这个灰色的地带 那仔细再看呢 他有一些网格状的图标 图标呢 就是卫星图看到的 实际上这些都是变电站的一些器材 横横竖竖的 然后有线有点 那这个就是一个变电站 如果你在这边附近也有一些房子 如果你觉得变电站对你来讲 会是一个视觉上的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潜在你觉得有危险 那你可以尽量多的去避免 我说没有科学的依据 说这些一定对人体有伤害 但是从你心理上 还有视觉上的有一些冲击 如果你觉得住在这儿 不是特别好的话 那可以再选择选择其他的 好刚刚说的是变电站 那我们把镜头拉到输电线 刚刚说的在湾区输电线 是从东线一直往西线推的 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山进一步看一下 就是我原来卖过一个房子 然后听到这个后院 噼噼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的在哪呢 我们就把地图尽量往前拉 对吧 你在看房子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看到很密集的社区 到处都是房子 在中间就有一条隔离带 你说这个隔离带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为什么会突然在这儿出现一个 这个私下无人很细长的一个地带呢 那就要重点看一下了 反常的东西呢 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图进一步的 把它放大放大放到最大 你会发现 诶 这有三个四个小尖塔 对吧 从卫星往下拍的话不容易看到 但是看惯了之后很容易一次性就发现这四个塔并排 那这应该就是一个输电线 线路呢是看不见的 因为太细了 这个电线 但是电塔是能够看到的 电塔隔一段距离就会有 你看到这有四个 然后这有两个电塔 然后这还有一个小的这个编电站 在这边 那如果说想再确认一下 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电塔呢 那我们就用这个Google地图 有一个小人把它拉下来 然后我们用这个接景图看一下 接景图看一下就非常的清楚 你看四个电塔就树立在这 然后这个旁边两边都是有房子 其实并不是说这两边不能住人 很多居民也都在这边住着 只不过对您自己的选择来讲的话 是不是是需要的 如果你不想住在这个电站旁边呢 那这个就首先要发现 其实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确确实实有帮客户去调查过 就是周边的这些电站 对居民的一个影响 我们就去挨家去敲门 因为我们有一个客户 就是想买这样的房子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性价比相当的高 同样大小的房子 比其他的价格都会低 他说如果我去其他的 我住不了这么大的 那在这还挺好的 那后面就是有一个电塔嘛 可是我真的不确定说 这个电塔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我也不知道他对人是不是有伤害 所以我们就去这个附近去敲门 然后听听当地的居民怎么来说 当然是跟着客户一起去敲门 那有的居民说 我在这住了20年了 我有两个孩子都是在这出生的 我就是住在这个电塔旁边 我并不觉得这个电塔对我来说 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也不觉得它存在 所以时间长了 我已经习惯了 旁边的那个邻居说 我住了时间也更长了 因为这个地区 很传统的地区 流动性相对来说是 以前很低 但现在的话越来越高了 他说我住在这儿没有什么影响 我并不觉得电塔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他说我妈跟我一块住 那我妈也没有事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 对电站在后面的看法都不一样 当然最后我的那个客户 还是决定没有在这买 因为他觉得进进出出 他看到这个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所以时间长了 生活里面潜意识上来讲 可能会是一个影响 那我们就去附近 没有电塔的地方去买一个房子 还是很高兴的 那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电塔离多远 才比较安全 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实际上我就以我的那个客户为例的话 他在这一排他觉得很恐怖 因为太近了 他后来去看这一排 那这一排他说 我可以看到这个电塔 我心理上还是会有影响 所以呢 如果你想看不见这个电塔的话 我估计要在这个四五排之外的一个距离了 当然每一个地方也都不太一样 可能大家根据自己的心理 对这个电塔的感觉 然后做出一个判断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做法了 今天给您介绍了买房当中需要注意到的另外两个硬伤 一个是周边的环境 包括说警察局 消防局 学校 商业场所目的等等 另外一个呢 是旁边的变电站 还有高压线的输电线路 并且告诉您在地图上如何识别这些场所 硅谷地产频道 地产人必有勤的分享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所讲的内容 请帮助点击订阅 并且留言评论 您的支持 使我发布更多对大家有用信息的动力 也欢迎大家加入房地产微信讨论群 具体的联系方式在视频下方 再次感谢大家对硅谷地产频道的支持 下次我们会讲买房当中十大硬伤的最后一个部分